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这样的一个一中个表的情况 所以今天民进党就强烈抨击了 马总统的两岸政策根本就是自欺欺人 这不仅危害台湾国际地位 也让总统的诚信再受质疑 危机再解密爆料中国国台办主任王毅向美方表示 两岸认同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 直接戳破马总统一中个表的假象 严肃两岸议题总统快闪不回应 时间往前推 危机解密爆料 前国安会秘书长苏起告诉AIT 早在2007年马英九就知道 九二共识与一中个表不相同 只求搭起两岸对话的桥梁 而故意让两者模糊 台湾参加WHA的时候 过程中一直说 这是台湾退出联合国 三十几年来的重大外交突破 可是如果从2008年 也就是王毅 他们是说 危机解密里面是说 完全没有九二共识 台湾承认的是一个中国 马总统根本自己也知道说 一中个表不等于九二共识 所以九二共识完全是一种 自欺欺人的一种讲法 谈到两岸关系 马总统必搬出的九二共识 台风天大动作捍卫 还要对手小英讲清楚 希望蔡主席能够站出来 勇敢地面对 到底什么东西是台湾共识 质疑小英态度强硬 但面对九二共识疑云 马总统选择不回应 危机解密连环报 让马诚信破灭 连任再线危机 三立新闻林建文黄家伟 台北报道